北京时间6月13日 世界羽谈超级1000级别的印尼公开赛展开正在首日争夺 共有9位中国选手出战 在已经结束的7场比赛中 中国球员6胜1负 另有两场比赛将在稍晚时候进行 南丹 石宇奇三局过关 翁弘扬即将挑战世界第一 石宇奇2比1黄志勇 率先出场的是世界排名已经上升到第6位的石宇奇 结果中国一哥打得有些不够严谨 在首局21比7轻松拿下的情况下打得国语随意 以17比21输掉了第二局 好在实力上具备绝对优势 他在决胜局21比13获胜 终于2比1胜出 晋级到16强 龙弘扬BS3赛龙 卫赛 女单 韩月虽然贵为世界前十 但和世界顶尖之间差距明显 韩月0比2盖茨颖 千云很差的中国军团在单打赛场上 每走一步都不容易 向世界第十的韩月遇到四大顶尖高手之一的戴茨颖 很快就以0比2败下阵来 第一局 韩月在各个技术环节都处于下风 15比21先败 第二局 韩月打得略有起色 但还是以17比21失利 遭遇对戴茨颖的两连败 南双 第四男双轻松获胜 第三男双还没出场 任祥宇 谭强2比0 李哲辉 杨博轩 世界排名第19位的任祥宇 谭强在与中国台北组合李哲辉 杨博轩的遭遇战中打得比较轻松 直落两局胜出 两局比分分别是21比15 21比16 值得一提的是 后者世界排名仅比中国组合低了一位 但从场上局势看 双方实力差距很大 何继婷 周浩东 VS科尔维 拉巴尔 魏赛 女双 国语二双 轻取 挪二七 比分比首次交锋时好看不少 张书贤 郑宇 2比0 蓝伯特 特兰 已经逐渐能和陈清晨贾一凡 形成一定双保险系数的张书贤 郑宇轻松过了首轮关 面对世界第27位的法国组合 蓝伯特 特兰 世界第三打得非常从容 以21比14 21比18英球 双方在今年3月的全英赛八分之一决赛交手时 张书贤 郑宇是以21比19 24比22险胜的 可见三个月过去了 他们确实掌球了 混双 三组强荡西数过关 是要一穴新加坡 无缘四强支持 郑思维 黄亚琼 2比0 阿德乃 马尔瓦 上周的新加坡750赛上 国语罕见的无缘混双项目四强 其中世界第一亚斯组合在四分之一决赛被曝大冷 0比2输给了韩国的金元号郑纳恩 此番 国语混双组自然要一血前尺 亚斯组合作为老大 2比0横扫了东道主组合阿德南 马尔瓦 其中第二局打出了21比9 冯燕哲 黄东平 黄东平 2比0徐永凯 陈维涵 凤凰 凤凰组合赢得十分轻松 21比15 21比10 击败了新加坡的徐永凯 陈维涵 算是完成了热身 蒋正邦 魏亚新2比1金字右术 松有梅左计 亚景赛冠军蒋正邦 魏亚新发挥出色 以21比18 19到21 21比16 击败了日本的金字右术 松有梅左计 取得和对手交锋的两连胜 下一轮 他们将挑战三号种子 泰国名将 德查波 沙西利 若能过关 极有可能在四分之一决赛 和冯燕哲 黄东平上演得比战